内阁改组已经底定了 新旧内阁在今天就会交接 好 但是呢 副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就会出席了 行政院联合交接典礼 并且会尖交 新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在上任之后 下午就会立刻率领所有的 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彩 来拜会立法院长游席坤 希望能够尽快通过了 普发现金的特别条例草案 陈建仁他已经说了 期待延续会做事团队的优异成绩 也希望政务能够无缝接轨 让台湾更好 但是已经引发在野党讽刺 这一回的这个内阁团队 就好像是吃剩的年菜一样 当然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苏贞昌 其实他创下的是这个 1478天的院长任期 是我国民选总统以来最长的记录 不过争议不断的核心首长 包含了王美华还有陈吉仲等人 全部都是不动如山 在野党因此就炮轰了 你都已经搞出了缺电 还有缺弹的首长 却还是稳坐官位 是因为执行废盒 还有挺莱猪的政策 让总统蔡英文很高兴 因此啊这个改组 其实根本就没有把民意放在眼里 下台一局公 苏贞昌1478天的院长任期 创下台湾民选总统以来最长记录 不过一旁阁员神情看似轻松 因为大多核心首长不动如山 蔡英文嫡系亲信 陈建仁还有郑文灿 接掌政府隔魁外 这回内阁改组 一共十位部长及职务 只有三人是新面孔 包括内政部长林又昌 以及文化部 财政部长都换人做 但先前正义部长几乎全数留任 搞出缺电的王美花 继续管经济部 搞出缺淡的陈吉仲 继续农业 任内断交八国的吴钊谢 留任拼外交 护高端的薛锐员不动如山 挨红不愿执行死刑的蔡清祥 依旧当法务部最大官 在野党炮轰 难道是因为这些人执行 废和废死 力挺莱猪护高端 只要让小英满意 做得再烂都能当大官 王美花也是她的爱将 陈吉仲是小英男孩 蔡英文根本不承认败选 她根本没有把民意 当做一回事 为什么会留下来 因为她是对在野党斗争的 强力内阁官员 这些人换下来的 开玩笑 我年底怎么选 带头组阁的陈建仁 舍不得放弃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用戒调当隔魁 但遭踢爆 不但没得过诺贝尔 没资格当特聘 甚至拿月薪50万 该做研究的时间 他还跑去服选 当陈时中的竞选总部主委 网友怒红搞了半天 陈时中竞选总部主委 是我们月花50万元请来的 还有人向蔡总统喊话 我也想做特聘 陈建仁 郑文燦都爆出过抄袭 马英九呛瞎 该检讨的人其实是他 内阁改组因袭人马 原封不动 大英帝国的内阁 继续背离民意 巩固权力 记者黄义军 王正台北采访报道 陈建仁所领导的新的内阁团队 在今天就会交接上路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游盈龙他之一 陈建仁的内阁 很可能是一堆破铜烂铁 他感慨的是 政府常常搞那种 受人仪秉的事 在被骂 好 这个政府到底有什么毛病呢 对于旧阁员 大部分都是留任的 前立委沈富雄 他有挖苦蔡总统 他说自己人都不想当你的官了 你还能指望大家 选你的人来做下一任的总统吗 好 但是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 这一回的这个内阁团队 当中的新成员 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他争取议员连任失利 结果最后高升陆委会副主委 好 外界立刻质疑的是 他到底有没有具备 两岸事务的经验呢 蓝营方面沈解答了 说梁文杰就是澳门专业 因为他过去呢 曾经跟郑文杰两个人 爆发到了澳门去喝花酒的丑闻 好 如今这对澳门帮双双入阁 因此被外界开栓 根本就是适才适所 因为以后就有很正当的理由 可以到澳门去喝花酒 寻求议员连任落选的梁文杰 寻找民进党败选者联盟的SOP 成功当上陆委会副主委 在中国事务上面有非常多研究的梁文杰 也沿揽他进入到陆委会的团队 梁文杰跟大陆事务研究到底有何关联 蓝莹给出答案 秀出周刊报导 2011年梁文杰和准复格魁郑文杰 共同到澳门喝花酒 当时双文气得像爆料者 时任北市议员的林瑞图提告诽谤 败诉作收 梁文杰更有酒店结的封号 如今这一对澳门帮双双入阁 原来他是澳门专业 想起他先前跟郑文杰去澳门 被他传说去喝花酒 结果气扑扑的提告之后 最后是败诉收场 澳门帮感情有多好 回溯郑文杰的论文抄袭 梁文杰当时在脸书寒冬送暖 直言郑文杰是他们那时代的学霸无误 要说谁智商157 他认识的人可能只有郑文杰 是啊这个157的这个抄袭在 他们说他论述能力很强 可是抱歉 他跟我上节目的时候 不要电到讲话结结巴巴 这种论述能力很强 那我应该可以当总统 而且梁文杰要掌管大陆事务 结果过去还跟自己的 太太立委林楚英大玩抖音 林楚英在国会看爱奇艺 还被抓包 难道是抗中双标 他的太太要怎么样去负责监督他担任行政官员的先生梁文杰呢 这样子的组合到底是谁监督谁还是谁来护航谁呢 要是跟民众权益相关的议题我都会为民发声 梁文杰从澳门邦华力转身成内阁邦 怪不得被网友大酸 昔日上酒店今日入政院 记得让我说明神佑台北报道 内阁改组大部分阁员都是留任的 因此外界就说这根本就是换汤不换药 前立委郭正亮开酸了 从大酥酸辣汤换成大人哥的甜汤 而多数仇恨值原本比较高的阁员都根本就没有被换掉 郭正亮分析这是因为蔡英文跟美国方面的考量 这个内阁改组事上它的本质 就是从大酥的酸辣汤 然后换成那个大人哥的甜汤 甜汤 他凑招 他不叫温暖坚韧 可是本质上就是甜汤 对2024会甜吗 台语就讲过一句话 台语讲比较准 吃得滴滴嘛 不一定会生口死 问题在这里 他的问题就在于 我觉得这个内阁的本质 事实上到最后大家看到的就是换院长跟副院长 对不对 那院长就是从酸辣汤变甜汤 那副院长就是做了一件事 是分配大王 对不对 那这两个人 这个用意都是在搞平各种抱怨 比如说分配 我估计未来国民党也会 被分到多一点 这个是郑文燦的长处 对不对 你刚才怎么搞定是县市议员 对不对 所以我估计未来 因为毕竟国民党现在县市长这么多 你一定要分配要有一点道理吧 不然一定被反弹了嘛 所以我是认为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 坦白讲那个仇恨值最大的都没有被换掉 我觉得到最后真的给人家感觉 就是我们觉得一定要换的那些人 为什么都没动 我觉得大概只有两种因素 一个就是小英的考虑 就这个是我的人 那一下要找到这么听话 后来主动跟我报告的人真的不多了 那第二个我认为是美国 最明显的就是吴钊燮 因为美国要小美琴 所以吴钊燮被退货 对 真的是这样 我认为美国就是跟小美琴互动 非常的进入状况 不过这个也会造成赖清德的另外一个变数 因为小美琴会不会离不开 这一回在内阁改组名单当中 有人说最让大家感到意外的 就是屏东县的前县长潘孟安 跟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竟然没有在入阁的名单当中 好对此前立委郭正亮说了 现在是设定工具人的角色 剩下的一年其实都是以选举为主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个内阁改组已经大致底定了 但是前立委沈富雄直接开酸了 他说新的内阁除了正副格魁之外 只有六位新人 原本必须要为败选负责的 还有重新整军的 叙事待发的都全部是同一批人马 因此他猛酸了 蔡英文就好像清末的宣统皇帝 感叹万万没想到一个全面执政 盛极一时的民进党 可以一路衰败到如此田地 当然沈富雄的这个言论 也立刻引发大家的讨论 全天后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们的快点购